中东已经捂了十多天的复仇盖子,终于快要揭开了,就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伊朗的报复大棒,何时落到以色列头上之时,万万没有想到,以色列又先对伊朗动手了,据以色列媒体披露,就在近日,以色列再次发起暗杀行动,在对叙利亚的一次轰炸行动当中,精准击中了伊朗革命卫队孔天军,驻叙利亚军事顾问阿富沙里上校的住所, 尽管阿富沙里重伤之后,被紧急送往伊朗医院进行抢救,但伊朗已经承认,阿富沙里已经在抢救无效死亡,阿富沙里可是伊朗革命卫队当中有名的指挥官,精英当中的精英,想不到就在伊朗的报复声中,以色列再次动手给斩杀了,这简直就是旧仇未报,又添新仇,以色列这是左右开公罩伊朗的脸上山,看来这是恐怕伊朗不动手, 以色列再次给伊朗加码了,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伊朗,你要是不还手,我还继续接着打,打到你还手为止,很明显以色列吃定了伊朗忌惮以色列背后的美国,不敢做出大规模的报复行动,才会不断的挑衅伊朗的底线,反复打脸伊朗, 以达到彻底激怒伊朗对以色列开战,然后托美国在中东下场收拾伊朗的目的,于是中东出现了奇怪的一幕,那就是伊朗的小弟和其火来,对以色列本土轮番发起袭击行动, 同时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,也多次遭到中东反美武装的轮番袭击,并且造成多名美军的死伤,以至于美军不得不,临时从占领的叙利亚油田开始紧急撤离, 但是对于中东反美武装的袭击,美国也是打掉牙网杜利燕,保持了可怕的克制,而以色列这边对伊朗下手也是越来越狠,伊朗的小弟打以色列,而以色列必将把这个筹寄到伊朗头上,并且对伊朗发起更加猛烈的袭击行动,很明显这就是逼着伊朗从幕后走上前台,和以色列展开殊死一搏,而伊朗同样也和美国一样,选择了一忍再忍, 直到今天退无可退的地步,在当下的以色列政客们都是比着谁更强硬,谁就能赢得更多支持率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是有名的右翼政客了,但是即便这样,还被盟友痛骂对伊朗太过软弱,从这一点也能看得出来,何谈会有出路吗?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内塔尼亚胡对伊朗态度越强硬,就越可能坐稳屁股下面的这个总理宝座,相反,他如果选择和谈停火,将会立即遭到清算,甚至是入狱坐牢的命运,更何况近年来伊朗对于以色列的袭击,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,即使还手也是象征性的挠那么一下子, 这也是以色列越来越有恃无恐的原因,你想忍下这口恶气,我偏偏不给你留后路,其实近年来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并没有问题,用策动中东小弟,展开对以色列的车轮战方式,让以色列和美国都顾此时比焦头烂额,如果长此下去,这场持久战活脱脱都能把以色列给耗死,更何况如今美国的实力早就日落西山,在中东的影响力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, 这也让以色列感到了浓浓的危机所在,开始快刀斩乱麻,直面伊朗的方式,迫使伊朗亲自下场,然后利用美国的末日余晖,在中东替以色列党最后一枪,如今已经被逼到绝境上的伊朗,即使想耸都找不到耸的理由,我们看到刚刚上任伊朗副总统,已经火箭辞职,而这名副总统,就是主张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握手言和, 也是极力主张伊朗不要报复以色列的中间力量,是伊朗新总统挑选的得力助手,他的突然辞职也表明,在是否报复以色列的问题上,伊朗内部已经发生了严重分歧,并且已经开始公开化了, 这两天美英法德义五国集体向伊朗施压,要求伊朗不要报复以色列,这其中英国外交大臣更是直接声称,如果伊朗报复以色列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,好家伙,一看伊朗要动手了, 这些西方国家都几眼了,以色列在加沙大开沙界的时候,你们一个一个装下装聋,以色列悍然对伊朗首都发动暗杀行动,直接斩首哈马斯领导人的时候, 这些西方国家同样还是在拉偏价,还称以色列有权暗杀哈马斯领导人,而如今伊朗被打脸之后咬牙报复, 你们却又集体站出来声称伊朗不能报复,要不然会给中东带来灾难性后果,你说这些西方国家咋就这么不要脸呢? 面对已经骑到头上撒尿的以色列,并且一点台阶都不给伊朗留的情况下,尽管报复以色列是个艰难的选择,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别无选择, 而从美英法德等国家纷纷紧急发声也能看得出来,伊朗的报复已经是溅在弦上了, 此间伊朗还在沙特召开了一场会议,该会议不仅得到了中东国家的支持,还就哈尼亚遭暗杀事件,表达了强烈的谴责, 而这正是伊朗所期望达到的效果,为其后续的报复行动,营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,使其能够师出有名。 据最新消息显示,伊朗目前已在西部邻近伊拉克边境的克尔曼沙阿省展开了军事演习,据报道此次演习部署了大量部队和新型导弹, 一旦情况紧急,伊朗具备了随时将演习转为实战的能力,面对似乎已经无法避免的中东大战,西方国家也开始意识事情的严重性, 要知道中东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区之一,爆发战争将可能导致产油设施受损,运输线路中断,从而引发供应紧张,推高国际能源价格,能源价格上涨会直接影响西方国家的能源进口成本,增加企业运营负担,同时可能通过传导效应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,加剧全球通胀压力, 同时也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,从而股市下跌,避险资产价格上涨,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,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,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,因此因法德三国领导人于日前共同发表声明,呼吁伊朗及其盟友避免对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,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,确保加沙停火协议不受破坏, 此外三国领导人还对美国、卡塔尔和埃及,为推动达成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表示支持,重申战斗必须立即停止,加杀民众急需紧急且无障碍的援助,不过即使是这样,美西方还是不敢双标本性,避重就轻地削减掉了以色列,在中东局势中担任的角色,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该清楚,如果继续对以色列无底线的纵容,无论他们如何辩解和粉饰,真正的霍根都不可能被处境,这种偏袒和保护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,反而更加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不稳定性。 感谢观看